欢迎收看自然简单 我是思考导师 今天晚上我们要教的是 九年级就是国三的自然 目前的进度讲的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我们重点复习一下什么叫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 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不可以抵消的两种力 因为这两种力分别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 所以重点是它是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 所以它没办法去抵消也没办法消失 所以它是两个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不能抵消的两种力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它们是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 那我们看那个在讲义的第六十二页的底下的题组 我们现在说到题组的部分了 好我把那个图先画下来 在那个六十二页底下的第一题 好他说呢如附图所示呢 M1的质量是一公斤 有提到就给他写一下 这是一公斤 然后M2的质量呢是三公斤 只有写公斤叫质量 他写公斤重是KGW 他是质量公斤 在M2的话呢 他的质量是二公斤 这个是二公斤 好再来 受到两个水平力作用 其中呢F1他是30牛顿 F1这个力哦 他给的是30牛顿 叫30N F2的话呢是18牛顿 18牛顿就是18N 所以左右给的力是不一样多的哦 他说如果不计摩擦力跟阻力的话 那F12他是M1作用于M2的力 F12是M1 M1推M2 M1作用在M2的力 叫做F12 好那F21就刚好颠倒了 F21就是M2对M1 M1的作用力哦 另外还有个是F5 F23跟F32 叙速都有一样哦 所谓的F23 就是M2对M3的作用力哦 M2对M3的哦 那F32呢 就是M3对M2的作用力哦 他回答下这个问题哦 第一个问你说 呃他们这个F12 F21 F23 F32 这四个力的大小关系 你要怎么样做排序跟比较 好来 我们这边这样看哦 呃 首先他有说 这个是个光滑的水平面 因为是光滑的水平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力 这要去算一下呢啊 右边推过来30牛顿 左边这样推过去18牛顿 两个向扣底之后怎么样 F1还有多 多了12牛顿对不对 因为30扣掉18 还有12牛顿 是左边剩下的 所以变成左边还有12牛顿这样推过来 这样推过来的时候呢 就很明显啦 好就说哦 这两个界面接触的力 跟这个力做比较 这边的力会比较大 大于他 他才会这样移动啊 对不对 因为30扣掉18 你还有12是左边的 这样推过来的不是吗 这边往右推的哦 所以 代表说呢 F12 这个界面这边的力 就会大于F23这边的力 那其中呢 F12 F21 它分别叫做反作用力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怎么样 力的大小会相等 好 所以 F12 跟F21 两个力相等 好 那这两个也是一样的啊 你F23 好 2对3 3对2 它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 对不对 所以 F23 也会等于 F32 这两个相等 但是呢 我们刚好说哦 它两个扣完之后 是左边的这边的力 F1 会比较大一些 这样推过来 所以 这边的 就大于这边的 所以答案选大于 就这两个会大于这两个 好 有没有这一个 有了 然后答案选这一个 这是第一题哦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哦 好 再来看那个第二题 第二题 它题目说呢 如果F2 增加为30牛顿 是增加为 不是说另外再增加 变30牛顿 不是再多30 是说 F2的18就不要了 直接改多少 改成30牛顿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 两边的力是相等的 对不对 然后题目又说哦 它会呈现呢 向右坐等速度运动 等速度选起来 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合力为0 什么意思 合力为0 就是说 他们的所受的作用力 是相同的 虽然是往右坐 做运动 但是因为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合力为0 那么这个时候比较说 F1 2 2 1 2 3 3 2怎么样 全都相等的 因为你在做等速度运动 合力为0 所以1 2 2 1的力 跟2 3 3 2的力 它都会相同 所以答案选这一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这是那个第二题 3A的第二题 第二题它题目是说 它说有个人叫乐乐 它用40公斤的力 去抬一个 放在地面上 重60公斤的水泥砖 所以我们看 我画个示意图 它没有给图 这个水泥砖呢 它的重量是60公斤重 这是重量单位 它在地面上摆着 结果呢 它施力是多少 它施力是40公斤 往上抬 40公斤重的力 是往上的 然后呢 结果水泥砖 水泥砖还是不会动 一定不会动的呀 它是60公斤重 你只有出力出4公斤重 那怎么会动 一定是不会动的 好 那第一个问题说 水泥砖 施于乐乐的反作用力 的大小为多少 我们刚刚有说过 所谓的作用力跟反作力 它的力的大小会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在同一时间上 而且是在不同物体上 对不对 那你就要想了哦 它的乐乐 它只有出40公斤的力去抬它 反作用力怎么样 答案就是40啊 因为我就出力出40公斤的力啊 对不对 所以反作用力跟它是相等 反作用力跟你的出力是相等的 这跟那个近摩擦力很像 你出力出多少 近摩擦力算多少 因为它不会动嘛 推不动的时候 近摩擦力会这样算 这个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的哦 它本身还没有抬动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它的力的大小是相等的哦 所以答案一样选的是40哦 好 第二题 水泥砖对地球的引力大小为多少 水泥砖 水泥砖对地球 跟地球对水泥砖 分别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好 水泥 它说水泥砖对地球的引力 大小是多少 那水泥砖对地球 就是相对于是地球对水泥砖嘛 对不对 它有多重 它有60公斤重啊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考虑它那个台的哦 所以答案就是60公斤重 它本身的重量哦 好第三题 此时地面对水泥砖的支撑力 就不一样了啊 它说支撑力啊 要扣掉热热本身台的重量 热热它花了40公斤重去台它 所以60公斤去扣掉40 还有20公斤是地面给它的支撑力 好 所以答案你就要选20公斤重 所以这三个答案都不一样的哦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二题哦 好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三题 体组第三题呢 它是说如富途所示 不计摩擦力阻力 所以完全不考虑摩擦力 也没有阻力哦 那第一个问你说 回答下一个问题 它图就这样子 它也不形容它 它问你说那个三公斤物体 在着地前 绳子拉力T1T2T3T4的大小关系 为什么会着地啊 因为这个是没有摩擦力 而且这两个挂的重量不一样重 这边挂三公斤重 那这边挂两公斤重 在不考虑摩擦的情况下 三公斤重不要重会往这边拉不是吗 所以变成说它会往这边移动 那再来再看哦 T1跟T2你看到方向的问题 分别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没有 方向才会相反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定滑轮哦 它是改变受力方向 所以T1T2的指挥相同 T3T4的指挥相同 但因为整套系统是往右边移动 代表说这边的拉力又大于左边的 所以T1T2相同 但是大于T3跟T4 T3T4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是T1等于T2 T3等于T4 但是整套系统往右边移动 所以这两个会大于这两个 所以T1T2会大于T3T4 答案选的是这一个 好再来第二题啊 它说三公斤重的物体 着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的物体全部都禁止了 那三个拉力大小为何 既然都禁止了 所以怎么样 全部都相同了 所以T1等于T2 等于T3 等于T4 所以答案选这一个 因为它已经禁止了 所以合力为0 变得它这个时候 拉力的部分全部都相同 好 这第三题 好我们看那个 历届试题在这边考的一些题目 就是针对这个 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啊 他怎么做命题的 来我们看那个在64月 他说呢 夜问呢 以手托一个大小为F的作用力 水平向东推木桩 他撕立F 然后向东 去推一个木桩 打那个木桩哦 你看那个夜问的时候 不是打那个木桩吗 就是一些功夫在练习哦 他说木桩依然禁止不动 因为那木桩是固定的 所以打了它也不会动 对不对 他说手受到木桩回推一个反作用力 这个反作用的作用情形如何 那A他说 木桩同时以大小为F的反作用力 水平向西推向R问 等一下 他题目说是夜问后面边R问 结果ABC株都是R问 这样就变无解啦 因为夜问跟R问不同个人 来把它改一下 你把那个题目的答案的R问通通改夜问 而夜的笔画很多 你这样写哦 你把R问改夜问 这样写 好不好 怎么念 夜嘛 怎么问 夜问 好不好 这样改比较快 所以 我们把题目改一下哦 把那ABC株的R问通通改夜问 好 改好之后你看哦 所以我刚好说哦 他题目是说 他以东 出一个F的力 给木桩 那木桩的反作用力就是像C 方向相反嘛 大小一样都是F 然后作用在夜问的手上 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A就对了嘛 所以答案选A啊 那B怎么说 木桩同时以大小大于F 没有大于F 他都是刚好是F 所以B株都先化掉 没有大于哦 那C为什么出呢 木桩同时以大小为F的反作用力 水平向东不行啊 你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方向相反 我是向东出力的话 反作用力就像C 大小一样都是F 这样知道吗 所以答案选的是A 好 这里我们看那个第二题哦 好 第二题就是在六四页这边哦 一样教的是历界试题 好 第二题呢 我把那个题目的试意图先画一下 试意图哦 所以就画得很简单知道吗 不会太复杂了 好 这是那个第二题的试意图哦 好 我们把题目看一次哦 将碗放在脸盆内的水中 碗内有一颗弹珠 如下图所示 就是当碗 这根弹珠 在水面上呈现静止的状态时 那弹珠的重力 是于碗底一个向下的作用力F 他说弹珠本身哦 是弹珠这一颗哦 它有一个向下 的作用力叫做F 对 那何者是他的反作用力 那很明显嘛 这个弹珠还在碗里面啊 所以是碗底给他一个反作用力有没有 所以答案选这个啊 那就选的是 A他说水作用于碗的浮力 当然不是啊 B他说碗作用于弹珠的支撑力 可以啊 所以答案选B 那C说是碗作用于弹珠的万有力 也不是嘛 那珠说弹珠作用于地球的万有力 都不对 答案是碗的 因为他跟碗接触 所以是碗给他支撑力 是他的反作用力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好看那个第三题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三题 他的题目是说呢 这是质量相同的加以两颗金属球 他的球都是质量相同 重量一样的意思嘛 质量相同重量相同 然后以细线形调再分别 再进入到水跟密度是0.8的油中 他变这样子哦 他本来这样挂着对 结果呢他把甲去泡在水中 这个是水 然后呢 以给他泡在油中 这个是油 水的密度是1克每立方公分 油的密度呢0.8克每立方公分 这题目给了 他要问你说 甲一两球呢所受的重力大小变化 何者是正确的哦 甲一两球所受的重力大小变化 甲一两球啊不论他是悬挂者 或者是放到水中跟油中 你会发现重力对他的吸引力大小是没有变的 维持一样的引力大小 所以答案是没有变的哦 选择是A 如果是不对啊 那个秤的重量不一样啊 不那是浮力 那是考浮力 如果讲浮力的时候呢 会水的浮力比较大 水的浮力大于油的浮力 但是因为这题他不讲浮力啊 他讲是说 这两颗球他受到地球引力的重力 那不会因为他放在水中油中的差异 而重力受影响 那知道吗 所以答案是相同的哦 所以答案选择是A 都不变 同学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哦 那如果说你有常在看那个TV节目的话 一些竞赛节目啊 那个练球啊 就是那个球 用链子给 你这样想哦 然后那个武侠有个小说什么流星锤的 流星锤什么情况 他就是用那个 一个铁链 铁链呢 铁链啊 他的镜头就锁了一颗球 那个球上面很多尖刺啊 就所谓的流星锤 那链球的话呢 他的铁链一样在了 只是这个就是一颗球 他是一颗比较重的球 他在在使用这运动的时候呢 他在原地这样子旋转之后再把他放手 让他顺势飞出去哦 这是那个丢链球的情况 好 那题目是说的哦 他在甩链球的时候呢 这是他的中心位置哦 在这边 然后旋转方向呢 是这样子旋转的哦 然后问你说啊 他要在这个地方就夹 你要夹这边放手 还是以这边放手 还是丙这边放手 还是丁这边放手 好 好什么的啊 不要乱来啊 私律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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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来 重讲一次啊 他说他在丢链球的时候呢 他以逆时针方向快速旋转之后抛链球 他说在链球到达哪一个位置的时候 他放开链球 才会让那个链球飞得最远 然后落在有效区 那有效区就说呢 一样在这个范围 你不能超过 你会丢到这边来就没分输啊 你球落到这边也没分输嘛 要落在这一带哦 所以哪边放手 有人说因为这样旋转嘛 所以放甲这边 甲放手这样飞过来 其实不是哦 你要怎么看知道吗 因为这个跟国山的切线有关系哦 你要怎么做 你要从这个甲这边后 对这圆心拉过来之后 做一条垂线 这样子看过来 所以说甲放手他会这样飞 这样飞没用知道吗 就飞到这边来了呀不行 如果是乙放手 你这样拉圆心拉过来之后 这边做一条垂线 垂线这样做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乙最有机会哦 这样知道吗 所以如果丙放手就这样飞了嘛 丁放手就砸到裁判啊 对不对 所以只有这个 在乙放手的时候 这样飞会是有效的 所以这边就要放手了 他就顺势这样飞过去 好 飞直线的哦 不是弯曲的哦 因为他离开了 手放掉之后 他就有个惯性 一直往前飞 好 也就是说你这个放手之后 他不会变这样哦 你被我变这样 不是哦 他不会变这样 他是直线飞过去的 好 这是那个第四题 好 再来看过那个 看第五题 好 第五题呢 庭博士说 哦 他说豆腐哥呢 想要做一份讲解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报告 下列何者是讲解这个定律 最佳的最适当的描述 还记得吧 我们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哦 分别都不一样 第一运动定律叫惯性 惯性它呈现出来叫做 近者横近动者横动 他动的时候呢 是等速度运动 放着不动的就是不会动 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就这样子哦 像我们在形容说 刹车的时候突然刹车往前倾 转弯的时候被甩出去 或者是你在写毛笔字 就是要洗毛笔的时候去甩笔 或甩手 或打棉被 或者是摇树落果 有没有 这都是惯性的表现 都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那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呢 他指的是说 比如说你这球滚过来 踢过去 球就反方向飞走了 那是一种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使用 棒球的球飞过来 挥击他 打下去 他就飞走了 方向相反的 这也是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所以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呢 就出现了很多一些小计算题 要记下公式 叫做F等于MA F是牛顿 M叫质量 单位是公斤 A指的是加速度 单位是公尺秒平方 这公式很重要 我们在上课章节 疯狂的使用它 用了很多题 所以你应该不会陌生 应该很熟悉 这务必要记手来 那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呢 指的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比如说你今天跟同学吵架 突然就忍不住了 用手去拍他的肩膀 你拍了三公斤的力 在他的肩膀上面 他的肩膀就给你三公斤的反作用力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出力出多少 反作用力就多少 你出的越大力 他的反作用力就越大 所以他痛你也痛 大家都得不到好处 这叫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但是他不会抵消 不会消失 他是同时产生 同时消失 但无法两个力抵消 因为他是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 一个是你的手 一个是你同学的肩膀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他说豆腐羹 想要做一份的讲解 第一运动定律的讲解 A他说 投手约用力投球 所投出去的球数就越快 那个用力投球 用力投球 球数越快 有没有 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给他写个2 那个逼他说 选手滑龙舟时 用船桨向后拨水 使龙舟前进 你在滑龙舟的时候 是利用那个去 用桨去拨水的反作用力 迫使船前进 有没有 所以这也不是 所以B是属于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那其他说 运动员呢 以百米跑到终点时 无法立刻停下来 你在100公尺冲刺 冲到终点 不能瞬间停嘛 除非你撞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是停不下来叫惯性 没有错啊 所以讲到那个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讲惯性 要选C 那猪说呢 苹果距离地面越高 自由落下的速度就会越快 这个是属于那个加速度的部分 等加速度运动 那这个不属于牛顿的任何一种运动定律 所以猪都不是 那答案选的就是C 好 那我们今天已经把那个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 所有的试题都说完了 那下一次上课呢 我们就要讲到那个圆周运动 还有万有引力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